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一樣來跟大家介紹新角色 那就是上部影片當中小虎的姐姐大虎 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好的 我們來看到大虎的技能組 那畢竟台服已經上線了 微笑我就盡量只講重點 不要浪費他家太多的時間 首先是羈絆 比較重要的就是 我方全體攻擊型的武將 只要怒攻對於中毒的敵方狀態造成傷害後 可以必定暴擊 然後附帶吸血率 這項效果很適合火燒隊的成員 像是陸遜周瑜以及毒隊的賈許 算是大虎當中比較好用的羈絆效果 那其他的羈絆都是簡單的上毒跟上燃燒的狀態 然後看到普攻沒什麼好說的造成單體傷害 並且可以掛上兩層不可被驅散的猛毒 猛毒的傷害以理論上來說 是比正常的中毒還要高的 再來看到三星的效果 銅牌的男性武將 這裡銅牌的意思是指前排跟後排 像是1-3號位或者是說4-6號位 根據大虎站的位置而決定 那只要是普攻或者是技能攻擊 有附帶燃燒的狀態 大虎就會進行追擊造成一層的猛毒 每個目標每回合最多都是觸發三次 並不是說可以無限觸發的 至於無火的話就是蠻重要的 只要每次武將有施加燃燒的狀態 可以立即引爆一層中毒 這項效果完美了配合假許五星的被動 敵方每減少一個中毒狀態 因為被引爆了所以也算是 假許可以回復200點的怒氣 這相當重要 是我們火毒隊的關鍵 假許升到無火後還會強化原先的效果 變為回復300點的怒氣 還有15%的最大生命值 不得不說這項效果真的是非常適合假許 可以算是假許的第三把專武了吧 再來看到第四把的假許專武 大虎一火的能力 紅牌的男性只要苦弓或是怒弓附加了中毒 那台服目前玩毒的 除了小夢之外 就只有假許一人了 那小夢應該是吃不到這類的效果 所以說這項效果也是為假許而生 可以讓大虎跟假許同微恢復300點的怒氣 還有20%的最大生命值 跟假許他原先的被動挺相似的 那每回合最多只能觸發三次而已 最後的三火跟無火 我就一起說 三火的話就是增加異抗 並且有跟藤蛇很相似的 可以讓敵方治療以及增益效果無效 但只能觸發一次而已 那無火算是大虎的一個質變 可以讓整體的輪轉速度變得更快 那造成的傷害量也會變得更高 還蠻重要的 無火的大火跟原先還沒無火 整體的傷害有蠻大的區別 以上就是大虎的技能相關介紹 最後來說一下簡單的看法以及抽取建議 微笑我今天測試了還蠻久 有一段時間關於台服目前的火燒隊 那實際測下來 並沒有像是日服的那麼強勢 那說實在的 我也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樣的原因 但是強度也還算是可以玩 但沒有到說真的不完全把女團壓在地上打就是了 並且非常怕滅隊 以及像是衝鋒加的陣容 那當然都還有一定的克制方案 之後會再推出比較詳細的火毒影片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抽取建議的話 建議只給想要玩火燒或者是說火毒的玩家作為使用 保值期限還蠻長的 等到之後的這個魂孫測出來的時候 大小虎仍然還是會上場 因此火毒玩家必抽 至於其他的玩家沒打算玩火毒跟火燒的 就沒有必要抽了 那麼小虎跟大虎優先順序 如果是火毒的玩家 大虎要一定先上五火 才可以展現出他全部的實力 這時候小虎可以盡量保持在五星就好 更高的火 對於這個火毒來說並沒有太大的質變 小虎的質變我個人認為是在三火 三火的話可以直接給一半的怒氣還蠻重要的 讓我們開場獲得更多的怒氣 但基本上只要五星就已經還挺足夠的 我們一樣是先從大虎酸乳班為主 那麼本次的大虎技能介紹以及分析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